研究在耳 莫忘初衷 那不要忘記自己當初所創辦的理念 即便做大了 也要記得去感謝所有人 我是品牌總監張哲偉 我本身是做電商起家的 創辦人是我的一個阿伯 那他本身是一個退休人士 會常常去爬山去旅遊 那無意間就是在餐廳喝到這個白木耳 那他就把這個技術學起來 他自己本身也想要把這個白木耳推廣出去 無意間他知道我是做電商又會做行銷 那他就是邀請我加入他做這個事業 那我在加入的時候其實我是蠻感動的 因為他以前是自己開工廠的 畢竟阿伯是一個成功的人士 那他會看上我 也是表示他肯定我的能力 那後來他也有找他的小舅子 就是我的叔叔 三個人一起共同創辦 慕尼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在兩年前就有成立公司 那他是叫鹽油在耳 就是成語的鹽油在耳 意思就是讓我們目望初衷 我們做白木耳這個理念 我們是為了幫助別人 然後要讓大家喝到更健康的產品 那這個理念我們希望說可以把它推廣下去 讓全台灣甚至我們之後讓它出口到國外 讓國際的人也可以看到台灣的美食 那取名慕尼是因為 慕尼就是慕尔的台語 慕尼 我們的客群其實蠻多都是長輩 所以他們常常在聊天就會說 慕尼慕尼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所以我就取名慕尼 我們其實最特別的就是我們的蓮藕白木耳 因為我們選用的白木耳是 阿里山品種的原生種的新鮮有機白木耳 那它本身的生產成本就蠻高的 種植不易啦 那我們挑選的這一家 它是有獲得金創獎跟神農獎的廠商 那也覺得說這個白木耳的品質 算是我們全台灣最頂尖的 新鮮有機的白木耳 多醣體跟膠質會比一般的來多 那蓮藕的話 我們也是阿伯他親自到高雄去把這個技術學起來 親自的研發這個蓮藕白木耳 然後把它熬煮 它會有一種像芋頭的綿密感 那這一種味道是全台獨家 我們也是堅持自己生產 可以自己把關 那把每樣產品都做到最好 那我們首家起家店就是在桃園的南崁 那也有去一些展覽 因為餐展受到很多百貨公司的邀請 後來評估後我們是進駐維豐台北車站 這是我們目前最大的成就 那未來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把產能擴大 讓可能有一些生活有困難的人 能夠來協助我們 能夠有一些基本的生活開銷 那最後我想要感謝就是阿伯 然後叔叔就是我的夥伴 然後還有我的太太犧牲他的時間 來幫助我們做這個白木耳的品牌 它們能夠切成食 然後我幫助我們做的 確實攝音樂 所以我們跟我們合作作 тип 我們要去做這個白木耳的電視 向當時工作 你好 其實我不能說 你你不想其實